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早上是特地搭着捷运上班 他也视察了列车是不是有配置随车远警 并听取民众的心声 郝市长说他已经向警政署请求获准支援80名的保安警力 加以这个台北市现在有143名捷运警察 要做到至少一个列车配置一名远警 并且要加强机动警力的巡逻 捷运安全在杀人世界发生之后格外的重要 台北市长郝龙斌早上特别搭乘捷运上班 巡视警力配置 他也承认目前捷运警力不足 目前台北市捷运警察143人 编制160人 缺额17人 警政署已经答应要支援80名远警 坐到一列车一远警 一位捷运人员 目前板南县的龙山寺到江子翠站 是双北交接处 有民众质疑这个地带警察 是不是出现空窗棋 最让民众担心的就是从江子翠到龙山寺这一站 所以我要求在这部分不仅见警率要高 而且办车的远警人数也要增加 今天像我去看有两列车 大概都是有两位远警在车上 除了制服远警以外 还有替代意义 21号案发时 当时有乘客按下紧急按钮 但是并没有和列车长谈上话 新北市目前已经坐到一列车两名远警 我想新北市的警力 大概每天会动到500人次 500人次的警力 在我们34个站体 不断的行逻穿梭 但是如果有民众 携带危险物品放在包包中 捷运站是没有办法侦测出来的 这是捷运安全的一大隐忧 记者综合报道